你可能不敢相信 在清镇如此繁华热闹的城区中心 竟然还隐藏着这么一个闹钟取静 环境优雅的民宿 自驾贵阳之旅的第五天 我们从酒店离开 打算在今天换一下居住的环境 也换一下旅行的心情 大家好,我是七哥 我们现在还是在贵阳的清镇室 在酒店住了几天 今天我们要换一下环境了 我们现在是从云岭东路来到了云岭西路 这里更加有烟火气息 小池也更多 谁能想到呢 就在这么繁华的地方 然后周边都是小区楼房 其实还有一栋这样的独栋别墅 今天我们就要入住这个民宿 这里叫四里水漆 非常有特色 非常喜欢这个小房子 这是一间民宿 在闹室里面的 闹钟取静的一个地方 还有咖啡 是吧 走,我们进去 办一下入住 到前台跟人家讲一下 你好 我们办一下入住 好 上面房间是用密码开门 然后我们现在到后面的院子 小猫 住在民宿和住酒店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里有可爱慵懒的小猫 有正盛开的鲜花 有安静的小院子 还有温馨的氛围 在这里你可以完全放松下来 当然你也可以走进咖啡馆 找个舒服的位置静坐 享受慢时光 有的人喜欢热闹 而我们更多的是喜欢这种与世无争 田径的生活 现在来看一下我们那个房间 河大陆开锁 小猫一直跟着我们干嘛 开门 看一下我们的房间 这个房间 民宿的房间肯定是没有酒店这么大了 但是也挺温馨的 再一个就是价格便宜 一两百块钱的房间能有这样的配置也还不错了吧 这里还有个浴缸 下层式的浴缸 够不够我们两个人躺 黑层间淋浴室 还挺好 然后在这边住呢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距离我们想吃的那几家小吃也特别的近 待会我们步行出去都可以吃到 尤其是那个水沟边撕娃娃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吃的 那我们是现在出去呢 还是先休息一会再出去 现在肚子都饿了 走 从民宿出去走六百米 就能走到我们要吃的那个地方 带一股香味 出来之后就闻到一股香味是吧 旁边很多小吃 但是我们今天的心意呢 全都放在这个丝娃娃上 还有个超市 北京烤鸭 这边都是各种各样的小吃 太多了 这里小吃真的太多了 不想走 怕什么贵阳市区更多 走吧 我们到了水沟边 送寄热汤之娃娃 来试一下这里的特色 我们想试一下你们这边的特色 对 自己包也可以 上一份包好了 你要来一份我们自己包 这个是黄豆是吧 还是什么豆 我们这边把豆倒进汤里面 对 我们第一次吃吃娃娃 点了两份 一份是包好的 一份是自己包的 就跟北京烤鸭差不多 是吧 各式各样的菜夹进去 然后包起来就可以吃 这个汤是拿来蘸的吗 对 包好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懂了懂了差不多 这样就卷 嗯对对 卷起来 然后就放汤里面了 蘸一下这个汤水 这样有点多 哈哈 这样子蘸着吃 嗯对 试试看 要把皮全部蘸在汤里面 哦可以可以 就是这种翅膀学会了没有 美味 朋友们我们又解锁了一下生存剂了 用水会吃一样东西 嗯 把这个 包好了 对 卷起来 然后蘸一下 它这个蘸水是什么味道的 味道 咸的吗 还是酸的 咸的 叫丝娃娃 我估计就是他们这个菜啊 都切成丝 一丝一丝的 然后加上这个热汤 这个汤呢 还得是放点辣椒 不放点辣椒的话 它这个味道 还是差了一点什么东西 搞定这一个 我们还要前往下一站 下一站 这个丝娃娃 其实一份自包的 都够我们两个人吃了 我们还点两份 所以现在我们要去前面的 合计冰粉 吃碗冰粉解解腻 大陆 你们合家兄弟开的哦 这家店 我们的冰粉 大家看一下 这一碗是十块钱 我还以为是解解 大概有一小碗 没想到这么大一碗 然后我点了一碗油的 油的其实就是加糖果 它不是说放油 我以为不是放油 然后有一碗素的 我感觉素的都挺好 油的是十二 素的十块 试一下 总之呢 看着就是特别的好看 这一碗光鲜亮丽的 这里面总共有什么东西 油画梅 油画梅 西瓜 西瓜 还有这个芝麻 这个是芋圆 还是珍珠啊 蜜的 然后底下就是冰粉 蜜枣 树的这一份东西就少一点 不过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树的 今天吃的这两样东西呢 这个冰粉是超过我们的预期的 好吃 吃这个冰粉比喝奶茶要好多了 这个还健康 今天我们就先这样 明天见 拜拜 拜拜